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AE裡面向量工具的使用 那這次的教材老師就用這個Google簡報的方式 那這裡有完成的檔案你可以打開 當然不打開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有讓大家看到這個的效果 有沒有 你看我們這一下 有沒有都這樣寫出來 然後還會有像這樣抖字 如果你要讓它比較像手寫的 讓它稍微抖一下 都可以 那首先呢 你要先看一下怎麼樣在AE裡面建立所謂的向量塗層 AE裡面向量塗層要怎麼做 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打開AE之後 你可以看到當你切換到 你一定要先有一個competition 所以你可以自己先建一個新的 在這邊先建一個新的 那我們建好新的之後 你把它切換到鋼筆工具 你把它切換到鋼筆工具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在這裡沒有任何的塗層 所以它就會顯現出向量工具的特性 欸各位 向量工具有什麼特性 是不是一定會有填色 一定會有筆畫 對不對 好 所以它就跑出來了 可是你看喔 什麼時候會沒有 來 我把剛剛的那個檔案 剛剛我們不是有一個下載的檔案嗎 來你看 隨便找一個塗層丟進來 好 這裡有一個塗層 我把它丟進去 好 丟進來了 你看 你看 我現在有選到這個塗層 有沒有 老師有選到這個點陣的塗層 這個時候鋼筆工具 你有沒有感覺到 後面好像有少什麼東西 有沒有不一樣 來 再看一次 我把畫面抓下來 這個是在點陣圖的狀態下是這樣 我不點選 我在不選到任何塗層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兩個不一樣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有沒有不一樣 所以呢 在A裡面很特殊 如果你想要建立向量工具 麻煩你不要選到任何的塗層 只要你有點到任何的塗層 對它來說 就是要建立遮罩 來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看 我用矩形好了 矩形或圓形 來這裡 有沒有 圓形 現在我有沒有選到這個塗層 有 所以我只要一畫下去 有沒有變遮罩 這樣了解了嗎 但是如果你不是要當遮罩使用 我是真正想要畫出一個形狀 請你點到旁邊 現在不選到任何塗層了 我按下去 有沒有真的畫出一個形狀塗層 這裡 跑出一個形狀塗層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你要學會的 你要產生所謂的向量塗層的時候 一定要不選取 不選取任何的塗層 在這個狀態下 你才會看到這個工具 它才會變成真正的形狀塗層 好這個一定要注意 那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囉 那麼你要塗的塗塗啦 就點這裡沒有錯嘛 對不對 請問你如果我不要塗塗怎麼辦 我們如果在波效裡打吹的 我不要塗塗 我會怎麼做 我們是在這裡 是選擇這個 可是 很抱歉 AE呢 你看不到這個喔 在AE裡面你看不到這個 真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比對一下 我們回到這裡來 這是Photoshop的 你看我這裡打開 有沒有發現沒有這一條 那怎麼辦 這裡只能改原色 可是又不能選透明 所以麻煩你 要點哪裡 點這個地方 看清楚喔 點在字的上面 筆畫也是一樣喔 筆畫也是一樣 你看我按下去 看不到那個斜線 對不對 所以我按下這個字 有沒有發現 選項在這裡 看到了喔 所以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筆畫 好 我想要這個 變粗 這個都沒問題 可是我不要筆畫 就是點那個字的上面 這樣清楚了 這個是跟其他的 以拉吹的波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先認識一下 不然這個工具你用起來 你就會卡卡的 奇怪 怎麼跟你認識的像樣工具 好像不同 好 那麼你會建立了之後 我們也要會編輯 怎麼樣才會編輯 它怎麼來怎麼回去 也就是它如果是在 用這個工具做的 來你看 我就點到它 那這個工具就沒有用 對不對 它就是變遮罩了 我要編輯它 我要回到這個圖層 好 而且怎麼樣 回到這個工具 回到這個工具 你就可以繼續編輯它 好 比如說這個太粗了 有沒有這樣就可以回來 然後我要填色 這樣子顏色都填上去了 所以你回到這個圖層之後 再回去原本建立它的工具 你就可以去修改它的這些內容 當然你也可以從這裡 你看在下面這邊 我已經 向量形狀裡面畫了一個橢圓形 有沒有 它的甜色 在這邊 你用這樣打開也可以 去找到它原本的一些設定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第二個特性是什麼 請問我在Fore Show 我以老吹的裡面 我的形狀 可不可以 一個圖層裡面 有多個形狀 你覺得可不可以 可以吧 你看我點到它 這個我先關起來 好 我們現在前面是這個 那我在這個裡面 我可以再增加第二個形狀 等一下 因為這邊它現在是產生新的 好 點到它 編輯 我看一下 我們在Fore Show裡面 好像都會產生新的 對 自動增加刪除 我記得有一個選項 好像可以決定 那麼 我們在以達錘子裡面 它也可以多個 那麼在AE裡面 就是同一個圖層裡面 你可以有多個 多個形狀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 我現在有一個 橢圓形 對不對 那我想要再加一個 我就來這邊 再加一個圓角的 你看 等一下你注意一下 我們左下角 這個地方 它不會再增加一個 一個形狀圖層 你看我這樣畫出來 有沒有發現 我是跟以達錘子很類似 同一個圖層下面有兩個形狀 這樣清楚了嗎 如果你有多個 你可以在一起 如果呢 你不要點到它 我現在就點到它 所以我增加會增加在這裡 如果我不點到它 我畫一個 就會產生一個 新的形狀圖層 有沒有 現在這裡是不是兩個 所以你可以放在一起 也可以不放在一起 都沒有關係 要看你的需求 但是呢 就是它 基本上是 不用說一個圖層 就一個 一個形狀就一個圖層 你可以把多個圖層 放在一起 是可以的 這樣對於我們在A裡面 向量圖層 怎麼建立 跟 怎麼編輯 有沒有一點概念呢 那麼 有些比較特殊的 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的 矩形 圓角矩形 圓形 心形 這些呢 你畫出來之後 你沒有辦法編輯它的節點 因為這是它們內建的 內建的形狀 所以你看 我這個是圓角矩形 你說我用鋼筆工具 直接來編輯它 可以嗎 你看 有沒有發現 我沒有辦法去編輯它 你在這邊看到的 像這樣 反而去破壞掉它了 像這樣子 那 你要編輯這個節點 有沒有 直接拉 它就沒有辦法 像被子曲線這樣 直接拉開 而且啊 A裡面比較特殊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波羅秀與達推特 都有 黑色的箭頭 跟白色的箭頭 在這裡啊 我們這裡不是有兩種箭頭嗎 請問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黑色箭頭 跟白色箭頭 路徑跟直接選取 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 我沒有要編輯它的節點 只是改變它的位置 我可以按著它 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移動它 這個是黑色箭頭的功能 就是調整整個路徑 那白色箭頭 就是我去編輯它的節點 我不滿意這樣子 我就可以編輯它 編輯它的形狀 可是我們在A裡面很抱歉 沒有黑白無常 只有黑色的 對不對 或白色的 我們只有白色的 怎麼辦 所以它就是 一人分刺兩腳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裡 你真的要編輯它的時候 請你先點到旁邊 你可以先選到這個形狀 比如說我選到這個形狀 然後呢我再點到這裡 你注意一下 當我點到這裡 跟點到這裡不一樣喔 你看我點上面 有沒有 所有節點都選起來 那我就是移動 可是我如果點到 我剛剛那個形狀 變成白色的點 代表我可以針對這個點 個別的去調整 個別的去調整 但是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它內建的這些形狀 也不能夠直接調 所以如果是你自己用 鋼筆工具所做的 你看我這邊 我來產生一個新的 好不好 我把這些浮繩我先關掉 關掉 好 那我在這邊 產生一個新的 好這個就不是它內建形狀了 對不對 好那你現在我回到 箭頭工具 我把這裡打開 這裡打開 你看有一個形狀在這裡 好那我現在呢 想要編輯它我就回到這裡點它 來 點到這個形狀 那我來這個節點這邊 有沒有 我可以調整它 對不對 可以調整它 那如果我是點到整個圖層 它會全部都選起來 對它來講就是移動整個圖層 所以A裡面的箭頭 沒有分白色的黑色的 看的是你點的位置 今天你點到最外層的這個圖層 就是移動 移動的功能 在這邊就是 我的筆沒有作用 好移動 如果你點到形狀的上面 就是去編輯它的被子曲線 這樣有了解了嗎 雖然這些很無聊 但是你要先知道它的特性 它跟各位平常用的波多夏以拉吹的 哪裡不一樣 你要知道它才可以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的 這個形狀 可以編輯的 比如說我覺得要有一個心形 可是我想要再把它改變一下 你可以把它轉換 也就是說把預設形狀 轉換成被子曲線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裡 我來畫剛剛這個 圓形的好了 來畫一個 好圓形出來了 可是呢 我來這個地方 在這裡 本來是這樣子 來按右鍵 這裡 有一個轉換 在這裡 轉換成被子曲線 當你轉換過之後呢 它就不是標準的圓喔 它就變成好像我用鋼筆工具畫一個圓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剛剛的這個點 你看我點到它 點到它 我可以來這邊點到它 調整它的被子曲線 有沒有 個別的點我就可以調整喔 因為原本是不行的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 我知道現在這樣講 大家會比較 概念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 就是你需要先 知道它的 它的特性 還有跟 其它 Adobe軟體 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所以我這裡 第七頁就特別講到 如果你要 去怎麼樣 去編輯它的節點 一定要選到誰 選到這個 路徑 你沒選到這裡 就沒辦法編輯它 好 這些節點的位置 你就編輯不到 這樣OK嗎 給大家消化吸收一下 好不好 你先試看看 來